时代变了 连印尼都敢对美国提要求 拜登听了还不敢回应 大家好 我是施涛 APEC领导人峰会这一天正在美国的旧金山进行 那么在这个峰会之前实际上也是进行了频繁的元首外交 比如说印尼总统左科他就受到拜登的邀请 是提前访问了白宫 拜登邀请左科显然是想要拉拢印度尼西亚 这个在东盟拥有非常高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么拜登在与左科的会见中是不断的强调了 美国和印尼的友好关系 以及两国提升到战略合作伙伴的这么一个未来的两国关系 并且拜登还特意指出要对中国共同保持所谓的警惕 但是左科却没有接拜登的话查 反而是反客为主 左科就提出呼吁美国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要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 停火是必须的 是为了全人类的 大家看 左科已经把这个加沙问题 在加沙的停火上升到了一个全人类正义的高度 可以说左科的这一招将军 那是把老拜登给彻底的将住了 那么拜登是久久的不敢接话 在这个问题上假装是陷入了沉思 实际上左科在此次访问美国之前 他参加了阿拉伯伊斯兰峰会 那么在这个峰会上 阿拉伯国家和广大伊斯兰国家是高度团结 表达了对巴勒斯坦人民正义的抵抗运动的支持 表达了对以色列的谴责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 那么在参加完这样一个峰会后 左科自然是要把这一层意思要带到美国 大家都知道 印度尼西亚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大国 印度尼西亚拥有五六亿的人口 它的规模是不可小觑的 本身就是穆斯林世界的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而现在呢 印度尼西亚更是希望利用这个调停 中东危机的这个契机呢 更加提升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威望 那么显然 左科不仅是要把这个阿拉伯伊斯兰峰会的意思带到 左科还把在峰会上 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沟通交流也带给了拜登 并且呢还不向媒体透露的啊 跟拜登说了阿巴斯的相关的意见 可见左科已经把自己定位于巴以冲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调停人的角色 而且呢 左科的这一番表态呢 拜登政府是非常难以反驳的 毕竟他确实代表了目前世界主流的这个观点 毕竟在联合国大会上有187个国家要求以色列马上停火 而投反对票那只有美国和以色列 放在谁的眼里都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啊 真正的这个正义真正的世界的共识 而拜登所要啊印尼做的所谓和美国一套来对付中国 那么这件事情呢 左科也非常明确的表态了 他说除了和平与人道之外 印度尼西亚不会站在任何的强权的一边 那么这等于是委婉的拒绝了拜登啊 一起反华的这么一个提议 可以说啊 在以往的世界秩序里面啊 印度尼西亚那是被世界主流政治所忽略的一支力量 而现在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 印度尼西亚也正在啊 冉冉的成为一颗世界政治的新星 而在类似于左科这样的 有报复的政治家的带领之下 那么相信印度尼西亚也能成为东盟地区 成为伊斯兰世界里面 以致啊具有发言权 强大发言权的这么一力量 那么这呢 也是我们啊 中国非常乐见的 我们希望世界是奔向一个多极化的姿态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啊 话语权被美国等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 垄断的这么一个局面 可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 看印尼我们也能知晓几分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听众就我交流 感谢你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